或許 天沒有下不完的雨 卻有 沒盡頭的空虛 或許 人沒有天不滿的痕 只有 關不住的 憂鬱 眼淚 不過是 悲傷 等一句 笑的眼睛 溫柔 才能把 仇恨的抹去 懂得 微笑 人才不會 在困境中 風去 懂得 別語 我才知道 緣分 冥冥中 相遇 懂得 微笑 人才不會 在困境中 恐懼 懂得 給予 我才知道 緣分 冥冥中 相遇 緣分 冥冥中 相遇 風會聽 雨會指 笑著 我下去 下去 楊先生 燕陽對你 和被帶的男人不一樣 她喜歡你 你知道嗎 知道 你喜歡她嗎 喜歡 你們兩個不合適 燕陽她現在還年輕 對你的感情 只是一時的 走不過一世 你也應該明白 沒有一個媽媽 會把自己的女兒 嫁給像你這樣的人 不是嗎 是 明天 我就會帶她去見一個人 是我一個朋友的兒子 他們家的條件不錯 可這孩子自己努力 不靠家裡 從美國回來以後 她現在已經當上 美高集團的CEO了 燕陽跟她在一起呢 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而這一切 你是給不了的 所以楊先生 你要是真的喜歡燕陽 我就請你放開她 行嗎 徐太太 我從來也沒把燕陽困住過 是她自己 死心眼 你這麼說 我就放心了 要是你能夠讓燕陽死心 我不會虧待你的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老陳的公司 可是我身邊還有許多關係 我有很多運輸公司的人 雖然 路程遠一點 可是他們的報酬還是不錯的 你願意嗎 徐太太 要我的保證 對嗎 要我的保證 那麼好 一 我不會再接燕陽 二 我不會再接燕陽 二 雁陽如果來找我 這需要你的幫忙 三 我感謝你給我介紹客戶 多謝 我自己有所 非常好 今天的談話到此結束 我還有事要先走了 再見 再見 小諾 你怎麼了 怎麼哭了 剛才 剛才聽說隔壁房的老男 你說是沈帥姐 是嗎 那個老奶奶 她情況和你不一樣嗎 她是因為年紀太大了 算了 許醫生 邱先生 許 她怎麼了 不能和你太多談談吧 走吧 是不是小諾的病情有什麼變化 陳先生 是這樣吧 醫院嘛 每天都有人走 這件事 對小諾刺激特別大 所以我就想 小諾 還是回家等待 時間比較好 回家等待 好 楊大哥 上車吧 東西都準備好了 喂 媽 你聽媽媽說 晚上呀 我約了一個朋友 想讓你跟他見一面 今天不行 我馬上就要出車了 今天有長途活 我都跟人說好了 你聽話啊 哪兒都別去 聽見了嗎 媽 改天吧 有的是時間 今天真的不行 就這樣 我已經決定了 媽 媽 好嗎 楊大哥 我今天去不了了 那你自己小心點啊 媽 幹嘛非得穿成這樣啊 我老覺得束手束腳的 這樣才像梳女啊 我女兒怎麼打扮都好看 你不是說 見你一個老朋友嗎 至於穿得這麼正式 總得給人家留下一個好印象呀 走吧 至鵬 徐阿姨來了 你好 你好 你爸爸最近還好嗎 上次在歐洲碰到 回過以後 就再也沒有機會見面 他現在挺好的 他在香港 這是爸爸讓我送給您的禮物 你看 真是太客氣了 謝謝啊 楊楊 來 來 我跟你介紹一下 這位 是志朋 他爸爸是我們家的好朋友 你不要看他這麼年輕 他非常年輕有為 他們家有資產不肯接受 自己努力工作 現在 他已經是美高集團的CEO了 你可得向人家好好學習學習 媽 我有話跟你說 你過來一下 對不起 失陪 好的 楊楊 你怎麼了 媽 你這是幹什麼 相親 我給你介紹一些年輕有為的朋友 不好嗎 昨天你整天跟著那些下次能粗人 混在一起也好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媽 你以後別再這樣了 我願意跟你住在一塊兒 可並不代表我願意放棄我的生活和朋友 你知道嗎 我累了 我要回家 我沒有回家 你在一起 我應該要隨便 我兒子 你別再有 我兒子 你要隨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那我回头再打 杨阳 你太不懂事了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够甩手就走呢 这样太没有礼貌了 你不想跟妈妈谈事吗 那好吧 我们以后再谈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会再不过去 请稍后再拨 抱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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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经过这儿啊 没有没有 走了走了 谢谢 谢谢 干嘛呀 我出来兜风 看见一倒霉蛋 只想帮帮他 那你接着兜风也行吗 你别在这儿跟我打乱行不行 你不觉得很烦吗 你怎么这样啊 少说我烦 你看 遇到麻烦了吧 没人帮你了吧 你简直是一受虐狂 不是咱俩谁受虐狂啊 我认为你是受虐狂啊 你放你的恋爱不谈 你跑这儿跟我捣什么乱呢 你脑子有病吧 你怎么知道 我说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那个 你今天下午不是给我打电话干我了吗 你胡说 我都是去了以后才知道的 你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杨文宝 你给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和我妈串通好的 我跟你妈串通什么了 你说呀 好 我跟你妈串通了 我就是和你妈串通好了 你妈答应帮我拉货 我呢 答应你妈 我离你远一点 我现在请求你 我求求你离我远一点行吗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 走 你就来我来换这些货对吗 在你心里我连这些货都不如吗 杨文鹏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你说呀 我就给你这么大的负担吗 你居然还骗我 难道我喜欢你都有错吗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我为什么对你好 因为我这人善良 我从小我就乐于住人 你胡说 你别人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别人 不教你 是 未经许已公开 你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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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你带着 你个人 你不要再来 你愿意 我不是再来 你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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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这件衬衫 我昨天穿了 可能有些汗味 你先凑我穿吧 明天早上 你的衣服让风扇吹干了 你又再换上 昨天 你妈妈薛丽然找我谈过 她问我 她说你喜欢我女儿艳阳吗 我回答说 我喜欢 但是我又拿什么去喜欢你呢 我认为你妈妈 跟我说的很多话是正确的 你不应该和我这种人在一起 这个世界上 没一个母亲 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坐过牢的男人 没有 你呢 对我也只是一时冲动 刚刚走到社会上来 忽然间碰到一个我这样的 好奇 神秘 和你以前碰到的男人不大一样 只是你的意识冲动 等到有一天你清醒过来了 你就会后悔 你应该找一个 有学问 有非常好的工作 非常疼爱你的男人 他会给你带来幸福 而不是我这样的 另外你对我也不了解 你只是知道我的现在 你不知道我的过去 如果你知道了 你会害怕和我在一起 会害怕 我怎么看 我再玩 我一直在小时 你还会找到 不要 我 我 那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快上车 再不走来不及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开得还行吧 谁允许你动我戳了 不放心 我专门为你考了一下照的 眼睛看前面 开车吧 回家 那太好了 我早就在医院待你了 别以为回家就自由了 每天该做的治疗 该吃的药 一样都不能少 那让我回家的话 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回家还提什么条件 你答应我吗 那得看你提什么条件了 爸 我宝贝女儿提什么 我得答应 我想妈跟姐姐了 我想让他们搬回来 跟我们一起 不行 爸 小诺 你应该知道 是你妈妈背叛我在先 还有那个夜中女儿 那我就不回来住了 我也不接受治疗了 也不做神医职了 让你看着你的宝贝女儿 就这么死掉 你呀 是世界上最狠心的父亲 好了 好了 我真拿你没办法 那你答应我了 嗯 爸爸最好了 爸爸最好了 杨阳 杨阳 妈 你可回来了这疯了 大半夜跑出去 也不跟我说一下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我也跟你说了 你会让我去吗 当然不让 妈 别这样 就像你这样的傻丫头 才会为自己心爱的人 不顾一切的 妈 你知道吗 我这一病啊 也让我清楚了 杨大哥他心里有我 以后我只跟他在一起 你这是让爱情 冲昏了头脑 你知不知道 你以后会后悔的 我不会 这辈子我就认定他了 妈 你以后别做那些无聊的事了 对我来说不管用 要不然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噓 别再说了 哦 老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们回去 真的呀 嗯 走 收拾一下 嗯 我把话说到前面 允许你们进这个家门 只是为了小诺 并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了你们 我从来不敢奢望 你这个人 一辈子最学不会的事情 就是原谅 你们值得原谅吗 可程先生 你从来都没给过我妈机会 叫你们来不是讨论这件事的 我警告你们 在小诺面前 绝不能再提这件事 你们俩 只要演好姐姐 妈妈 这两个角色就可以了 如果小诺 因为你们生气和烦恼 你们立刻滚出这个家门 你放心 为了小诺 不过我什么都可以忍受 走吧 我们去看小诺 妈 我 对不起 我 没能去看你 妈 对不起 真的 原谅我 我 如果你真的好悔的话 以后就别让妈伤心了 你没资格说话 要不是因为你 刚刚 你还真没资格说艳阳 真的 艳阳为了小诺 我 已经做了他一切可能做的 但是你呢 你就当哥哥的 连位妹妹做一下配型都不愿意 这还是同胞兄妹吧 小刚 为了小诺 你别再犹豫了 你现在是小诺唯一的希望 好了 够了 你们凭什么说话 这是我的家 用不着你们外人插嘴 你去看小诺吧 我 咱们家呀 好久没传言了 爸 你看咱们家族更壮大了吧 是 今天小诺出院 虽然没有完全康复啊 毕竟 还算是个喜事吧 来 来 我们 祝小诺身体健康 我来 谢谢爸 谢谢妈 谢谢姐姐 谢谢哥 还有谢谢我的家庭医生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我先干 小诺 你不能喝酒 小诺 小诺 我少喝一点 姐 欢迎你回家 谢谢 你 我 爸 爸 你都不知道 前几天呀 你不让别人去看我的时候 我都快乱死了 我自己在这特别的无聊 不过 还好有姐姐 就是姐姐好 大家吃饭呀 来来来 吃啊 吃啊 吃吧 来 吃啊 爸 来 对对 来 好好好 行吧 当我们倒酒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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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要 我啊 谁给你 让小姐姐倒 然后再给你啊 来 你少喝点啊 爱你倒 你不许走 你不许走 你 你拿什么你 你还给我 你干吗 你要去哪儿 我要重备多两天 不行 你走 回来 你不许走 不许走 你 你不许 滚 臭门 跟你说明话 你干吗 妈 妈 我重备多两天 谁要是找我 你就说我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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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养的这个畜生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怎么了 又惹什么祸了 快起来吧 他的钱 钱让你给卷走了 包括全老大的钱 都让你给卷走了 要是一会儿 那瘸子来了 咱们钱账都活不成 陆军 出来 陆军 妈 出来 你去看 陆军 你呢 咋子咋 你别 妈 出来 出来 我哪儿去了 出来 军 出来 你表情都给我出来 出来啊 挺累哦 挺累的 挺累的 别说谱啊 赶紧出来 预备 站不出来 打死你啊 大哥 没有啊 大哥 这边有没有 什么有没有 大宝 您儿子呢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 您儿子去哪儿了 您都不知道 不知道 进屋 把值点钱的东西都搬走 我看你们谁干 就这媳妇 进屋去打电话交110 让警察来 你们还无法无天了 你 妈 大妈 您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 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是你儿子欠了我的钱 他现在跑了 我这里有你儿子的欠条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您觉得警察来了管用吗 管用吗 你去找我儿子 跟我们没关系 你去找他吧 就去找他 你去找他 你去找我 你去找他 想要带我 你去想他 你去找我 但是他们去找她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最好的 而且 告诉你 两天之内 把欠我的钱还给你 就两天 好吗 到时候我要是收不到钱 您这院子要是找个火啥的 这消防车它也开不进来 到时候您俩住哪儿 告诉我 躲不是办法 我觉得跑个和尚跑不了庙这句话 现在用在你儿子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 把老人家照顾好啊 告诉你 让陆军小心点 跑个俩和尚跑不了庙 回头 回头 走 妈 我们怎么办呢 妈 妈 你饿了吧 我给你做饭去 我给你吃饭 就吃那些 我给你吃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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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找什么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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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房契放哪儿了 妈 房契不在 别吵了 妈 妈 妈 你得把房契给我 妈 妈 妈 你得把房契给我 今天去老大 他们 他们把刀就放这儿了 他们 就把刀放这儿了 再下去一点我就死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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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房契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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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把房契给我 妈 我是你养了二十年的儿子 你不给我房契我就死了 妈 妈 你把房契给我 妈 你把房契给我 你走了 走得越远越好 妈 这老大不是说吗 过两天就来烧咱们家的房子 我等着他 妈 妈 我知道君老大那帮人 我跑不远 我跑不远了 妈 我跑不远 他们就能抓住我 就把我杀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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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你给我 救我的命 救我的命 也就全家的命 妈 你给我 你给我 你把房契给我 妈 妈 妈 你给我 妈 你把房契给我 救你 救我的命 把人都怕死了 我怕死了 我怕死你 你 Middle 我怕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他必须让我出来陪着你 陪我干嘛 你也没有发心 他这两天总是刻意让咱们俩在一起 我觉得他好像在撮合咱们俩 我看出来了 小诺 他什么时候喜欢当红娘了 什么时候 喂 妈 你在哪呢 那你等我 我马上过来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妈想你了 来看看你 一会儿就回去了 那可不行啊 妈呀就是想你了 来看看你 妈一会儿就回去了 妈还怕赶不上车呢 妈坐会儿 那样啊 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我挺好的 放心吧 我现在啊 就是每天陪着妹妹去医院做检查 好啊 好啊 妈这次来看见你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妈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你啊身上的微异的事就是赶快找一个可靠的人家嫁了 好帮大帮响子 妈 瞧你说的 姚姚 你和那个杨先生怎么样了 没有 妈 你傻丫头 你跟妈还还什么秀啊 多好啊 我看这样挺好 你就这么着了啊 就是这么着了 妈你别瞎说 妈 你等会儿我给你拿点东西啊 妈 妈 你先坐 妈 妈 这是老年奶粉 听说啊吃了不盖了 你脸色不好 得多喝点 好 妈收着啊 妈 我现在 在杨大哥公司做运输呢 你不是说你不干活了吗 又骗妈 不干活怎么挣钱啊 我还想 挣钱以后买个大房子 把你也借过来住 杨阳啊 你从小就特别懂事 要是只有你一个闺女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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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